指揮中心已經在7月25號宣佈AZ疫苗可以混打了 那麼當然會混打也是希望說現在卡在疫苗的數量問題 以及呢以希望提高人體的抗體喔 那我們就來看到其實研究就有顯示說 混打也不是隨便亂打就好 因為還要考慮的是疫苗的種類以及次序 其中如果要最高的話是兩劑都打BNT疫苗 這樣子人體產生的抗體是最高的 那麼第二種方式呢則是先打了AZ再打BNT 這是第二種那第三種的話呢是你顛倒過來 先打了BNT疫苗再打AZ疫苗 最差的是打了兩劑的AZ疫苗 那麼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AZ他是腺病毒 所以連續的施打人體可能會產生抗體 就會降低了他的效率 那不只這個研究還有像是牛津的研究也顯示說 中和抗體的效用其實最高的是打了兩劑BNT 再來是AZ接著BNT BNT跟AZ呢如果顛倒過來打的話呢 其實他的效率是第三的 再來是打了兩劑的AZ疫苗 其實這個數據可以看到差的還蠻多的 那麼未來其實新冠肺炎很可能會流感化 所以勢必也要一直在打疫苗 那麼以生產速度來看BNT和莫德納這種類型的疫苗 他其實生產速度是比較快的 所以未來可能會是主流 醫生潘建氏就提到說 其實病毒的疫苗就是一種太弱患強 所以必須要混打來趕上病毒的進化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